今天新闻联望台带来关心的是 日本正在准办东京奥运 但是他们的新冠疫情是越来越不乐观 28号全国单日确诊超过了9500例 其中在东京就占了3100多例 不但再度创下新高 也是疫情以来首次冲破3000大关 年近的三线确诊也创下新高 神奈川县知识表示 近期将会跟齐域和千叶县 共同向中央政府要求 也要进入工会紧急状态 奥运如火如土展开 新冠肺炎的阴霾却持续笼罩东京 27号才飙到2800多例创下记录 隔天直接冲破3000大关 再创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 奥运开始前 可能会增加了 东京正处于第四次紧急状态中 软封城将持续到8月22号 但Delta变种威力不容小觑 疫情也越来越难控制下来 当局估计 现在东京的新增确诊中 超过七成都是Delta变种 而专家也呼吁民众 想看奥运比赛待在家里就好 不要再到场馆外面群聚围观 不止东京疫情告急 临近的神奈川 祈遇和千叶县 因为生活圈重叠 单日确诊都创下新高 三线政府也先后表态 考虑共同向中央申请 也进入紧急状态 日本目前完全接种的人口不到三成 新政改革大臣河野 28号接受美联社专访 强到现在问题不在于施打的速度 而是年轻人接种意愿低落 要怎么鼓励年轻人卷起袖子接种 也成了日本政府一大考验 卓军编译